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Ms.Emma 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关于家长训练 Parent Training 当然我们会讲一下究竟做Parent Training有多少好处 甚至乎他们的好处是你想象不到的多那么多 另外一件事,我们都会分享一下究竟有什么不同的方式 有什么模式可以做到Parent Training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讲一下 如果在我的经验里面,可能当家长提出做Parent Training 一些家长训练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往往会跟我讲 什么的担忧,什么的担心,我们都会来一一拆解一下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来看看 家长听到我们可能接下来做Parent Training的时候 有家长就会问,做Parent Training的模式 和治疗师和小朋友单对单做的训练 或者可能小朋友已经回学了 里面做的训练有什么不同呢? 另外,有些家长可能会跟我说一些担心 小朋友一直以来都很不听我的说话 如果我跟他做Parent Training 我怕会跟他有很多争执 或者可能是扭习的情况 我其实是不能处理的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适合的人选 去跟小朋友做Parent Training之类 首先回答第一个关系 其实究竟有什么分别呢? 可能我们给家长在家里跟小朋友做的训练 是不是那个模式 都是跟我们在中心中 跟小朋友做One-on-one学习的方向差不多呢? 其实是有些分别的 在学校或者在一些治疗中心里面 做的One-on-one training 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关于一些训练的能力 又或者可能是在学一些行为上面 我们是怎样可以改善到的很多情况 所以其实训练的那个密集的程度 intensity 内容的包含程度 其实是多很多 但是为什么我们都很需要家长和我们一起 互相合作呢? 可以做到一些Parent Training之后 回家也可以跟小朋友做一些训练 那那个训练的方向会包括什么呢? 很多时候可能是在学校里面 一些的功课 做功课的时候的表现 家长可不可以跟小朋友做 例如他在中心里面很听话的 很愿意自己做完功课做练习 很少会扭计的情况 但是在家里的话 会不会习惯了跟家人的compliance 听话的程度没那么高的时候 你往往叫他做一些训练 做一些功课的时候 他会出现一些 avoidance 就是逃离工作的情况 变成你每次要他做事 他可能都会出现一些行为问题 例如会扭计 会发脾气 甚至可能不愿意做的这个情况 所以其实建基第一步的时候 我们的Parent Training 是希望可以帮助到 小朋友和家长 建立了一个听话的模式 变成家长可以要求 小朋友在家里可能在做一些额外的训练 又或者可能在学校有些功课 需要完成的时候 小朋友都能够听话地去完成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关于一些治理能力的方面 当然了 在治疗中心或者在学校的时候 其实某程度上都会训练到 一些治理的行为 例如说 可不可以自己穿鞋 自己收拾自己的书包 但是 真的说到 例如说 也有其他行为的问题 例如小朋友的固执性的行为 又或者可能是一些 的自我刺激性的行为的时候 希望我们都能够透过家长训练 让家长了解到 我怎样可以改善 或者去处理小朋友 如果发生以上的 这些行为的情况的时候 可以怎样去帮助 或者协助到小朋友 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分别 就是可能在治疗中心 或者在学校里面 我们做很多的认知 或者可能是说专注力 学着语言 甚至有时候我们有些 社交群体育 或者可能和治疗师里面 会练到的一些社交技巧 但是说可能在日常生活里面 始终父母对着小朋友的时间最久 很多治理能力 或者可能是 改善他们的一些行为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 除了可以在one on one里面 小朋友能够做到之外 在家里面 都可以保持一定行为的 一个良好的表现 而不是他永远都习惯了 只是在中心里听话 就算了 跟着爸爸妈妈 立即就很胖 相信很多家长都会很苦怒 会觉得很难臭 对着我很胖 为什么上学好像听老师话 但是为什么来到我们的家里面 就会出现了一个 完全不听话的情况呢 所以我们也想透过家长训练 可以帮助家长 可能跟小朋友的相处会比较容易一些 同样的 也正正回答了 刚刚第二个家长的一些小小的关系 就是说 小朋友对着我一向不听话 如果我跟他在家里做一些训练 会变成一场争斗的开始 那怎么办呢 那其实我们呢 其实是着眼于长远的目标 你不会期望小朋友在很长远来说 都持续着是这么不听话 这么不可能是跟我 能够好好地做一些训练的情况 那所以呢 应该是越早的时候 解决了这个问题 帮小朋友对着父母 能够建立了一个的 一个听话的情况 那变相日后大一点 小朋友其实在家里面 遇到的问题 困难会更加多的时候 会更加容易 父母可以帮助到他 解决到的问题 或者可以重新改善他们的行为表现 那所以这件事情 应该是越早训练越好 而不应该是选择了 等他大一点才算 现在这段时间 他都好像不太听我话 这样的情况 一天呢 父母未跟小朋友 亲身去建立那个服从性的话 他不会自己大大一下 之后就变得听你话 是应该是做一些 active的一些的procedure 是一些的训练 而从而去改善到这一种的关系 那解答了一点家长的一些疑问 那我们就再直接讲 可能究竟做家长训练呢 其实它的好处比你想象中你多很多 有很多家长就觉得 做完家长训练的话 小朋友就会听我话多些 我能够可以把握 和小朋友在家里相处的时间里面 都可以做些训练 这些是对的 但是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的好处呢 其实很多时候的训练 不是只限时 是在学校 或者可能在中心的环境下进行的 反而呢 例如 在学一些常识的general knowledge 又或者可能是一些社区上面的 一些的认知 例如经过见到消防局 见到可能是有局的 大概知道 这些是什么地方来的 其实治疗师或者学校的老师 是很难在从中去教到他 除了我们可能是播一些影片 又或者可能是给一些图片他们看 但是能够真的经常 带他们出去的社区里面走走 去认识这个社区 其实很多时候都建基于 是靠父母带小朋友出去 去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 那所以 当家长能够和小朋友建立了一样 小朋友都会服从 都会听家长话的 都能够在家长身上学到一些新知识 变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端 能够有很多额外的一些知识 家长都可以教授到小朋友 而小朋友真的会留心 听着家长教他们的什么 或者可能跟着家长要求 要他们做的事跟着做 这样 那除了是一些讲经系常识 或者可能是一些community 例如真的很好 这样可能跟着家长 在社区里 起码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 例如tagging 是否真的能够跟着走呢 还是很辛苦 整天都要抓住他们 怕他们自己跑走呢 那这些community的训练 社区里面的一些训练 我们有时候都会在 我们的parent training 帮助家长 如何改善这些情况 也有时候 相信家长会约自己的朋友 带上自己的小朋友 可能会做一些小小的play day 那里面其实很看到 小朋友他们的社交技巧 足不足够 例如会不会你带着的小朋友 整天都自己玩的 他不懂得如何融入 你身边朋友的小朋友那里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 透过parent training 教导一些可以 如何训练小朋友的 一些social skills 例如如何令到他们 去加入 童小的游戏里面 tagging and play 如何留在 大家一起玩的空间 而不是自己走走 这些情况 所以可能都会 有一些社交技巧的 一些训练 我们希望可能家长 透过parent training 学到技巧之后 都可以在其他的时间里面 可以同导星儿做到一些训练 除了刚才说到 可能小朋友一开始的时候 不太听父母 父母需要做一些parent training 去建立 可能小朋友对家长的一些服从性 另外有一些情况 就是小朋友对着家长 很容易会扭计 发脾气 或者去做一些不合适的行为 会扔东西 或者有些小朋友 可能是aggressive一些的 会拿个头撞 爸爸妈妈 或者可能是挖伤他们 这些情况 有一些不好的行为的时候 其实如果透过一些 不适当的处理方法 可能我们鼻重就轻地拉过了 又或者可能 因为他们发鼻气 所以我们满足了小朋友 便想日后他们学会 更加是用一些不好的方法 去满足自己的需要 那日后就会 小朋友对着家长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了 所以如果家长 他透过parent training 了解到 原来行为里面 有这么多不同的目的 有这么多不同的应别 或者处理的方法 去教识他们 是应该用一些 比较合适的行为 去表达自己 去满足自己的所需的时候 那慢慢 小朋友在家里的时候 就会越来越少 进行一些不适当 或者是不合适的一些行为 除了帮助小朋友 提升到小朋友 对着家长的服从性之外 减低很多不适合的行为 或者是发脾气的情况 甚至可以改善很多 例如固执性 又或者是一些 自我刺激性的行为 都会有的 所以你会看到 好处里面 不是单单 他听话了这么简单 变相是其实 可能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各方面的行为的问题 都可以大大地改善 那相信很多家长 可能不只是透过 可能平时听治疗师的更新 大概知道怎么做 就会做到 很多时候可能是 真的要透过supervisor 很详细地解释 小朋友进行这个行为的时候 究竟他的目的是 想做什么 究竟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有些什么 真的对正 小朋友的这个情形里面 我们可以做一些 训练的方式 去帮小朋友 改善一些行为问题 所以好处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 不同的行为的问题 都可以透过parent training 了解了之后 在家里都能够处理到 也有一样很重要的 一个好处 就是其实透过家长 训练之后 其实家长可能 能够更加好 地跟小朋友去相处 很多时候 少了很多彼此之间的 争拗 一些的conflict 一些大家 大家可能很磨蚀的一个 这样的时间 你会见到 其实亲子的关系 是变得好很多的 例如可能有时候 大家真的能够 好好地一起玩一些 游玩的技巧 又或者可能是 做一些小小的训练 但是过程之中 不是有那么多 大家发脾气 在你逼他做 他又不愿意想逃走 这些情况 那变相亲子的相处时间 开心了很多 关系也好很多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也是一个很重要 为什么家长 可能有时候 需要做一些 父母训练 因为你会见到 其实亲子关系 很影响小朋友 那个的成长 那这件事 也是我们很希望 能够帮助到家长 跟星儿 那个相处的时间 里面 是比较愉快 是能够真的 令他们很开心的情况 下面 都能够改善他们的 可能是行为 认知的能力 或者是各方面的技巧 那接下来就会说一下 究竟 其实家长训练 有什么不同的一些模式 又或者可能是 每一个模式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可能 是不太好 可能是另外一个模式 才会帮到手 现在坊间里面 很多不同的社交媒体 或者是平台 其实分享了很多 可能是帮助星儿的 一些训练方式 或者可以怎么应对 他们的一些问题 行为 如果家长 能够在那里了解多些 可能是不同 训练模式的一些方法 又或者可能 他们背后的一些理论 或多或少 其实都可以帮助到家长 如何跟小朋友相处 另外一些 就是比较直接一些 可能是家长 可以去报名一些坊间的 家长训练的工作方 可能有一个导师 里面带着大概十几个家长 可能他们会做一些 讲座 又或者可能是一些 比较多手描的工作方 上面其实都是一些 不错的方法 给家长知道 有什么应对方法 可以帮助到星儿的一些行为 或者在一些技巧里面的 一些训练或者培训 但是这两样 有时候有些不好处 就是很多时候 不能够真的 很对正小朋友的一个情况 去实质给到一些建议 尤其是 可能是网上的一些平台里面 可能是教授一些方式 可能是比较普遍的一些 处理的方法 是比较适合可能是 普遍的星儿遇到的问题 但是我讲的 星儿其实每一个 独立的个体 都是不一样 他们有不同的特色 也有不同的能力 或者可能是一些的才能 所以有时候 未必可能是坊间 普遍讲的一些方式 是能够对正下约 帮到 specific 你自己家里的小朋友 所以可能是 家长工作方 是会比较直接一点的 不过都依然有一个弊端 就是很少的家长工作方 是很难做到 是每一个家长都会 带小朋友去到 比你真是亲身 是和小朋友 是做一些手上的一些训练 甚至可能有了 也是时间很短 可能是你上一个工作方 大概一个钟头的话 你可能大概 真的得很少的时间 可以了解小朋友的需 而从而是真的 做一些手上的练习 对应和你的小朋友的相处 所以另外有一种 那些孩子训练 就真的是最直接 对正二十弱 了解你小朋友的需要 他的一个能力 或者可能是他的一些特色 他的一些特别 在那样的行为里面 是他自己个人化的一种 然后透过 所以我们会配套 就是有孩子训练 去给家长 可能说 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可以给家长 真的确实了解 这是我小朋友的一些需要 而从而去做一些训练 去帮助 怎么样 可能去和小朋友 日后做一些训练 所以 可能是有一些 治疗中心的一些 的机构 或者好像我中心为例 那就是我们会配套 就是有 Parent Training 去给家长 所以可能你可以问一下 你们小朋友 现在接受的治疗的机构 能不能够由 Supervisor 提供一些 Parent Training 因为这个正正 就是说到我 我刚才的一个好处 Supervisor 是很清楚 了解小朋友的需要 因为他们以往 不断和小朋友 做一些训练 很清楚 他在来 学习的目标 或者可能之前 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当Supervisor 很了解小朋友的需要的时候 更加能够对症下约 那说一个 真的很确实 是认识了 小朋友的需要 一些训练的方向 和一些方法 告诉家长 家长是真的来到 和小朋友一起上课 但是上课的模式 不只是观课 那么简单 不只是在旁边看 很多时候 我的经验 家长在旁边看 是一回事 自己下手 和小朋友 做到多少 是另一回事 所以 那时候Supervisor 可以看到 家长和小朋友 的相处本身 那个模式 是怎样的 可能 你是指示 家长做一些训练的时候 中间会看到 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情况 发生的话 可以即时 告诉家长 给一个建议家长 可以怎么微调一下 令到 那个训练的方向 会更加好 那整件事 你会觉得第一件事 是很个人化的制定 第二 很因应小朋友的需要 也很因应家长的需要 不同的家长 其实处理 或者可能是 面对小朋友 那个相处模式 其实不一样的 有些家长 可能很温柔 有些就比较 直长直途 有些比较心急的 有些比较慢的 不同的家长 其实所以需要的 一些提示 一些建议 都不一样的 所以 对比起 如果有些比较 网上的一些平台 一些文章 其实是有他们的好处 因为他们可以 接触得更多 不同的家长 但是 他们所提供的一个方法 能不能够 真的对症下药 针对你小朋友的需要 可能未必能够 真的完全解决到 你的一些疑问 那如果参加坊间的工作坊 当然 是再近一步了 但是 隔于 可能是讲者 或者可能是导师 未真正很契合地了解到 你小朋友的 那个需要 有时候 他都未必能够 即时给到一个 真是最贴切的 一个解决方法 但是 最直接 就真的可能 在一些课程里面 是包括家长训练在里面 就是经由 supervisor 当他很了解 小朋友的 一些需要的时候 是真是真身 现场 这样提供一些 parent training 直至是有机会 可以给家长 真是亲身去做一些 的训练 supervisor可以 一些训练的情况 那你见到 这件事 就真的很个人化 制定 是帮你的小朋友 找到一个 最适合的 一个训练的方式 亦都帮家长 去拿捏到 那个技巧 能够带回去 可能是家里 或者可能 我们刚才说的一些 社区里面 可以跟星儿做一些 的练习 所以 不同的模式 有他的好处 有不好处 有些可能 比较省时间 有些比较经济实惠 有些真的 比较个人化 针对性小朋友的需要 去做一些训练 那家长 可以看回他们 自己的需要 又或者可能 去联络你们的服务 机构 去询问一下 有没有机会 我都可以学到一些 方法去处理 或者可能 家里的小朋友 什么情况 相信 其实有很多治疗师 或者可能 一些导师 都很愿意 帮助到家长 因为好像我刚才说 家长训练 是人家很长远 也带到很多好处 给星儿 和整个的亲子 关系 那我们下一集 会再讲深入一点 究竟 其实家长训练 里面 可以包含有些什么 内容 或者可能是家长 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可能家长训练 会帮到你的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